首先大家应该很好奇摩尔是什么 简而言之在化学中摩尔是一种量 这个量是用来干嘛的呢 是用来计量原子分子等等各种粒子的数量的 就比如说一摩尔水分子中含有6.02乘以下的23次方个水分子 在这6.02乘以下的23次方就是阿富加斯罗常数 可以这么来讲就是一摩尔物质中往往包含6.02乘以下的23次方个基本粒子 就比如说原子分子离子各种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叫同位素 英文是isotope 那isotope是什么呢 就是呢 定义就是 atoms of the same element with different mass numbers 就是呢他们都是同一种元素 但是他们原子又是不一样的 原子不一样在哪 在他们的中子数上 你来看 以氢为例 一一氢代表的是它的质子数是一 它的相对质量是一 二一氢代表它的质子数是一 它的相对质量是二 三一氢代表质子数是一 相对质量是三 那么质子数一样 这些相对质量不一样的原子往往就会被称为同位素 你来看他们都是氢 但他们质量又不一样 所以呢 他们又不是同一种原子 他们就是同位素 那这简单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 为什么他们的相对质量会不一样 你来看他们质子数都一样啊 然后电子大家也都知道很轻啊 然后他们电子数也是一样的啊 那他们什么不一样 他们的中子数不一样 因为有一种计算方式就是 相对质量其实是等于质子数加中子数的 那他们相对质量不一样 质子数一样 那就中子数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讲完同位素就可以来介绍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什么呢 这个概念就是相对原子质量 相对原子质量就是 把所有的isotope 也就是说这个元素 所有的同位素 加在一起 但这种加在一起是要加全的 就比如说 一氢占比30% 一氢占比60% 就要把这些权重加上去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再去平均值 然后呢 再与一个碳原 碳12原子的十二分之一做比较 这样就能得出这个相对原子质量 碳12原子是什么 就是呢 科学家把碳12这种同位素 规定为它的质量就正好是12 个基本单位 那这样把它处于12的话 它一个单位就正好是1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化计算的表示 然后数学表达呢 其实就是 你看 把所有的 同位素的相对质量 加在一起 但加在一起的话 是要加全的 也就是说 每一种同位素的质量 要乘上 它的占比 这样就能算出来相对原子质量 然后的话 我们来这儿举例 就是 尼永奶 这么一种吸收器体 它有三种同位素 这样可以看到 第一种是质量为20 21和22 这三种 然后呢 就是这么计算的 所以的话计算还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英语的话 定义就是 The relative atomic mass is the weighted average mass of all the natural occurring isotopes of an element compared with the atom of the C12 carbon isotope which has the mass of exactly 12 这儿的话 weighted average 其实就代表是 加全平均 接下来讲相对分子质量 相对分子质量 其实就非常简单 你就是把每个分子中 包含的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 加起来 就比如说水分子 两个氢 一个氧 氢 的相对原子质量 我们可以看为是1 氧的相对原子质量 可以看为 是 16 那两个氢加一个氧 就是18 所以水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 就是18了 然后摩尔计算 我们怎么来计算 摩尔数 摩尔数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物质的质量 除以该物质的摩尔质量 摩尔质量是什么 摩尔质量其实 和相对分子质量 在数值上是一致的 就比如说水 的相对分子质量是18 那它的相对摩尔质量 就是18克 每摩尔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元素质量表 这么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大家知道水的相对分子质量是18 那么在现实中 6.02确实的23次方各水分子 也就是说一摩尔水分子的质量 正好就是18克 所以的话呢 相对分子质量 其实也就在数值上 是等同于该分子的摩尔质量 也就是摩尔质量的单位 就是克美摩尔 那克除以克美摩尔 得出来就是摩尔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这么计 就是把该物质的质量 除以其相对分子质量 得出来的就是摩尔数 但记住单位都是 单位要是克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种仪器 叫质谱 质谱是干啥的呢 质谱就是测量 各种同位素的相对质量 以此来得出该原子 或者是分子的相对质量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样品 这样品呢 要为气化 气化了之后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叫 Ionization Chamber 电离室 电离室是干嘛的 就是我们右上角 这个公式所表示的 就是用高能电子来轰击 该气体样本 使气体样本失去电子 形成正价离子 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是 一正离子 然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呢 会经过一个电厂 这电厂能使 正价离子 样本 加速 然后呢 它会经过一个磁场 因为它带正电 所以的话磁场能使带电 粒子偏转 然后在偏转之后呢 它能 撞击到 这么一个detector上 也就是探测仪上 在探测仪上 它们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质量不同 或者电荷不同 会导致它们的每个原子的偏转 是会有不同的 它们正是通过这种偏转度的不同 来判定 这到底相对质量是多少 包括它 它的电荷是多少等等 然后呢 这么一种偏转呢 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电荷和质量 在此我们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来表达 电荷和质量这两种因素 就叫Mess to Charge Ratio 质荷比 就是质荷比越大 偏转越小 也就是说 质量越大 电荷越小 这么一个样本 离子 它在detector上 所收到的偏转是最小的 这对不起 打错了个字 应该是越大 而不是越大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感谢各位的观看 谢谢